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天才鬥爭的殿堂 哇塞 雙方人馬今天出列 就是要來鬥爭啊 治鬥志 是的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 皇家夜總會 外國西南誰最笨的單元 皇家夜總會怎麼聽起來好像 是歌舞廳的感覺 歌舞廳也有那個 門口也會有趴車的小弟 也有就對了 是 兩隊的隊長都一樣 都是打死不退 對 對耶 今天還是他們兩個當隊長 歡迎孟多隊 你好 你的隊友們今天 你今天跟賈斯汀耶 你怎麼會在 你的隊在那邊 你確定嗎 他是 其實小心一點喔 對 對面那個吸手米的隊長這一隊呢 吸手歡迎Dr.Duly Duly Duly 你的隊友兩個很可怕耶 你猜的是哪兩隊 分別是 就是 就不好說啦 不好說 對啊 有一個很明顯耶 我想大家都是火眼君君 對 看得出來 是的 那就是杜莉旁邊那兩位啦 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介紹完兩隊人馬之後 我們就要公布題型囉 第一的大題是什麼呢 請出題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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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青兩隊派出 你們覺得旅遊題 最有把握的人選 旅遊代表 旅遊應該是 旅遊嗎 我們要選一個人嘛 是不是 台灣旅遊我可以 但如果到國外的話 如果是一個 巴西的旅遊我可以 對 因為這個都是比較 全世界的旅遊 杜莉馬丁盡量不要聽 蔡允潔講 趕快派出你的人 對 孟多隊派的是 隊長 我本人 完蛋了 完蛋了 可以 誰出國的比較多 杜莉隊請派出代表 蔡博文 可以的 好 注意啦 這個第一大題是三搶二 然後呢 底線就是下五千 最高一萬塊 然後雙方代表請出列 我跟你講 弱耶你 好爛喔 好弱 一點力量都沒有 博文 讓他看看你的實力 那我告訴什麼 我叫什麼名字 蔡博文 蔡博文 好強 他真的好強啊 他為什麼三個數 沒有答對之後 他回去把整本死海被捏 開玩笑 我是大土苦水耶 大土苦水 對啊 我的人生都苦 那個門在那裡出去 要下注了吧 請下注啦 我們先來看西手米隊 好 這樣 OK 你幹什麼東西 你幹什麼東西 不行啦 上線 有上線 有上線 可以 可以 請彈開 彈開 可以 多力隊博文很有信心耶 請加油 博文要加油喔 我覺得這樣可以啦 就算投降輸一半 我們還是OK 這還是我們要的 所以是 是你們三個人的決議嗎 還有加上隊長 隊長 輸去前有交代我們 是 對 他臨走前告訴我們 他的遺 遺言 沒關係 如果隊長臨走前沒講的話 你也是可以跟他拔杯的 對 下好離手囉 很棒 離手 這一題旅遊題 第一題會是什麼呢 第一題請出題 A 180天前 A 180天前 B 14天前 14天內 C 60天前 D 31到60天前 欸 欸 蔡博文搶先一步 5 4 3 2 1 我覺得是B B 14天內 為什麼咧 因為B上房間 如果他們有很多空的房間 他們應該會價格變比較低 哦 是越接近那個日期啦 對 越來比較低 蔡博文你選擇的答案是 答案是B 14天內 恭喜 答對 答對 好帥 好帥 我們選的選得很對嘛 你看吧 好的 雙方就繼續了是吧 下一題請出題 莫斯科地鐵是全球最繁忙的系統之一 每天將近有一千萬人使用 這裡除了有像宮殿般華麗的車站之外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第一式下一站的廣播 有分成男生和女生請問原因為何 A 追求性別平等 B 快速辨認列車方位 C 值班長 值班車長性別不同 D 列車種類不同 幹什麼 D還沒練完耶 對啊 趕快退果 對 麥克風是這一支不是這一支 他剛剛拿 他剛剛拿 你的意思說 他剛剛拿紅旗子在講話 對 不要拿到放裝物去一直往上舉好不好 真的 到底為什麼會有分男生跟女生呢 OK 我就是第六感 我的答案是 1 列車種類不同 你不行吧 恭喜 答錯 答錯 欸 有機會喔 好了嗎 你可以 柏文 柏學多文 柏文我跟你講 你現在就是要很認真好不好 欸欸欸 幹什麼 如果你這一次打對 我們現在就贏了這個回合喔 欸 所以你現在身上很大的壓力喔 3搶2 加油一下 分析一下 分析 所以問題是為什麼有男的跟女的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他廣播比如說下一站尖殺嘴 然後也有男生的下一站尖殺嘴 下一站尖殺嘴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知道我們都是平等 欸你姐不是住莫斯科嗎 我去過了 可是我沒有聽說 他們講了男生的跟女生的聲音 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們好像是女生的不是男的 嗯 對啊 還是你只聽到女生的 沒有 所以我就聽到了女的對 可是就我想了為什麼平等 因為我們就參加蘇聯的國家 武漢跟羅斯他們都平等 所以會不會就為了這個 會不會在這麼無聊的上面 事情上面追求平等嗎 3 我的回答還是A 還是A 好的 你的答案是 確定是 我的答案是A 追求性別平等 平等 恭喜 答錯了 所以這一題是什麼 答案是 C嗎 B 快速辨認列車方向 怎麼啦 會往市中心的火車廣播是男的 相反的 遠離市中心廣播就是女的 好妙喔 這樣即使聽不懂俄文的旅客 也可以快速的辨別是否搭錯了嗎 才知道 但真的很貼心耶 你們不覺得嗎 如果聽不懂俄文 沒有 Windy是聽不懂就是根本都不知道 沒有 為什麼這個原因就是 女三講跟男三講 沒有 可是因為這個的重點 因為你要說因為當地人 你可能在那邊 你沒有在注意 你就是看書或什麼的 然後突然看到女生的聲音 這個就是很快就可以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好 目前是杜立1比0暫時領先 下一題不換人嗎 要換人 要換人 我自首換人 我要自首換人 趕快去換 還是同一大體 換人要先扣一半喔 因為剩最後一題啦 剩最後一題 派出的是 宇柔 劉宇柔 自身 你們可以加碼喔 可以加碼喔 我們要加嗎 先不要 雙方繼續 攻下一題啦 是 下一題請出題 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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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答題權 雪佳 我記得雪佳好像不能量那麼大吧 雪佳 我不知道 我記得啦 不能 究竟答案是不是呢 恭喜 答錯了 答對 對 嚇死我了 太好了 耶 為什麼呢 依照海關的規定 每個人限制只能帶25隻雪茄 如果超過的話 必須主動向海關申報通關 那如果帶30隻進去 然後被抓到 他說只能帶25隻 那我現場把5隻拿起來抽這樣 那我怕你 OK 目前的比數是1比1 觀眾朋友們 換不換 換不換 最後一題呢 我還是覺得不要換 我覺得對 不要換 博文你可以的 最後這一題題目會是什麼呢 請出題 蔡博文 每一次出國 旅遊都會為了搞不清楚電壓而煩惱 請問下列哪個國家電壓跟台灣相同 從台灣去不用另外準備轉街頭 A 法國 B 韓國 C 加拿大 D 新加坡 P 喔 喔 蔡博文 有做答權 3 2 博文 相信自己 1 D D D是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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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錯 好可惜喔 這答案很簡單耶 新加坡我是確定第一個刪掉 因為我從小覺得現在坡長大 4 3 2 1 加拿大 好的 妳是亂猜是不是 因為我腦中浮現乃哥的臉 蛤 蛤 這個可能要交代清楚喔 對 想說乃哥一天到晚跑 他應該不會準備轉街頭 喔 OK 搞不好乃哥賜我力量 對啊 因為乃哥等不及他就是要 對啊 要去加拿大 使用電器 使用電器 OK 好 哪個I love you 究竟答案是 不是 加拿大 加拿大嘛對不對 鎖定了嘛 對不對 鎖定 你們也都認同嗎 他都沒去過啊 我是北美洲人 我從美國來到台灣 從來沒有要這樣換過 請告訴攝影機您的答案是 C 加拿大 恭喜 答對 因為加拿大就跟美國一樣了 去的就直接差嘛 對啊 那加拿大是110嘛對不對 對 恭喜啦 這一回合2比1 夢多隊獲勝 耶 好 我們要來結算籌碼啦 是的 我們先來收這個杜柏這邊 好 好多錢錢喔 對啊 沒有 1萬嘛 所以就是剩10萬 剩4萬 剩4萬嘛對不對 對 這邊賠 總數是5萬嘛 他剩4萬 回 就是沒輸沒贏啦 沒輸沒贏啦 等於你們沒換過人這樣子 是 有個壓力 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訂閱我們的二分級獎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訂閱 hacemos 訂閱 按下鈴鐺 每個星期會 中文字幕都置信isi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